风狼居序 有谁知道这个成语写的是什么 爱嘉老师 我打游戏 我知道 是写的霍去兵 恭喜你 回答正确 但是以后少打游戏 多读书 不然就只知道个人民 谢谢夸奖 爱嘉老师 我知道个人民也是个进步呀 其他的你还没讲 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就你能 行吧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 风狼居序的由来 霍去兵 上下五千年来 举世无双的军神 十七岁的霍去兵 渴望征战匈奴 因其年幼 大将军魏清 没让他上场 然而霍去兵不乐意 看到别人杀匈奴 他的心也痒痒 每天缠着魏清 魏清无奈 只能调兵八百人给他 没想到的是 霍去兵就带着八百人 直接端了匈奴 两千多人 还绑回了一众的匈奴高层 这下魏清惊了 汉武帝笑了 立刻封霍去兵为冠军侯 不久后 匈奴又来自扰 此时 二十岁的霍去兵 再次征战河西 势如破竹 连破五个匈奴国 有一次 他的部下 公孙奥 带着大部队 迷路了 霍去兵就单枪匹马 独自冲锋 直接横扫 三四万人 一举俘获 匈奴残余家眷 破死匈奴王 回想 两年后 二十二岁的霍去兵 直接深入末北 直击匈奴阻力 敌人逃 他就追 直接追到了狼狙旭山 霍去兵对着匈奴人的神山 进行了大汉的寄天风铃 彻底打破了匈奴人的信仰 这也是风狼居旭 一词的来源 因为霍去兵带领的汉军太能打了 就改变了匈奴人对中原汉人文弱的看法 大战 中原男人为好汉 可惜 堂堂冠军侯在二十四岁时就病足了 当真是天度英才啊 哦是 我对风狼居序的攻击还是没什么概念呀 你能不能换一个说法呀 打个比方吧 他的功绩放到现在 那就是抗美援朝战争 霍去兵率领的军队失联 全国人心惶惶的时候 新华社却发造 霍去兵手持步枪 直指杜鲁门成功打到了白宫 密班的越过了三八线 获得补给指导黄楼成就传奇 哦 那如果霍去兵活得久一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英语了 让全世界都讲中国话了 你散熊吧 哪有那么多如果 屏幕显得大家还知道哪些少年英雄 可以在评论区仪式高下哦